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所大学 我们俩从大一开始相识相恋 毕业前都签了杭州的佣人单位 鸡臣进了一家企业做行政 我进了一家食品公司做广告文案 入职前我们互见了家长 并且约定绝不当啃老族 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家 我们先回到重庆 爸妈对基层印象很好 临走前妈妈塞给我一张银行卡 她说里面有二十万 是她和爸爸的全部积蓄 也是给我的嫁妆 最终我把那张卡偷偷放了回去 供我读完大学 他们已经尽到了责任和义务 往后的人生 我必须靠自己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基臣 他给我一个摸头纱 说道 就爱你这份独立自信的小勇敢 去基臣家时 对于我的到来 他爸妈很热情 出手也很阔绰 他们帮我订了五星酒店 吃饭也安排在了豪华餐厅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 他爸妈有自己的公司 生意做得很大 而之前基臣一直说 他爸妈就是一个小生意人 对于我们裸婚的想法 基臣爸妈坚决反对 他们说婚礼必须办 而且要大办 房子车子彩礼 嫁妆一定要有 在饭桌上 不容我们说话 他爸妈就像开股东大会一样 一锤定音的敲定了这件事 对于他们来说 婚礼就是面子工程 当得知我家的情况后 他们表示 嫁妆方面如果有困难 可以帮着添补 不能太憨酸了 会让人笑话的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 传说中的豪门 那天晚上 躺在舒适的大床上 我失眠了 我想到的不是衣食有靠的未来 而是我的小姑 小姑在我16岁那年自杀了 这件事是我们家永远的痛 当初学舞蹈的小姑 是我们市歌舞团的台柱子 追她的男孩子很多 后来成为我小姑父的那个男人 是其中最疯狂的一个 他也是富二代 只要小姑有演出 一定带好多人去捧场 他每年会赞助市文化俱乐部的 新年音乐会 条件就是让小姑跳一支独舞 就是这样一个 几乎是小姑粉丝的男人 却在婚后 和父母战线一致 不再让小姑抛头露面 让他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他们把小姑变成了私有财产 每次带小姑应酬 连穿什么衣服 都要由他们来决定 最令小姑伤心的是 她和小姑父 明明可以自然受孕 但公婆为了要男孩 居然让她去做试管 那些年 眼见着活泼可爱的小姑 越来越沉郁了 就因为她在朋友的生日宴上 寄信跳了一支舞 公婆和小姑父知道后 三方声讨 让她注意身份形象 不要给家门丢脸 小姑最疼我 而我最崇拜的人也是她 她每次见我 都叮嘱我 要好好读书 也会给我讲她 在歌舞团的那些日子 说到工作时 小姑整个人 都美得像个仙女 可这样的小姑 却患上了严重的产前抑郁症 小姑父和公婆 认为她是矫情 对于她想回去工作的事 更是合理反对 最终 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她选择了跳楼自杀 走之前 她在遗书上 给我留下一句话 唯唯 一定要好好地读书 做一个独立自信 绝不依附的女孩 那是她用生命 为我注解的人生赠言 那天晚上 我流着泪 回忆小姑 也读懂了 她生命最后一刻 对我的期望 我跟鸡尘视频通话 第一次跟她讲了 小姑的故事 她震惊之余 一边安慰我 一边承诺 放心 将来你想干什么 我都支持 是的 我们没有接受 鸡尘爸妈的安排 坚持自己去创造一切 对此 鸡尘爸妈表面没说什么 我了解她们 欲言又止背后的 胜券在握 作为过来人 她们太了解 我们出生牛犊式的清高 以及现实的残酷 她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等待 等待我们在现实中 频频碰壁后 主动去握她们那双 豪横的大手 就这样 我和鸡尘 赤手空拳回了杭州 开始了我们的职业生涯 然而 现实 真是梦想的粉碎机 在杭州 我们跟别人 合租了一套二居室 房子离我公司 相对近些 鸡尘每天上班 要先坐公交 再倒地铁 她可以忍受 早出晚归 但无法忍受 连卫生间的自由都没有 合租不到半个月 鸡尘便擅作主张地 租了一套 两室一厅的精装公寓 她想给我一个惊喜 可我知道 那每月四千 押一交三的房租 一定是她父母支持的 被我揭穿 她善善地说 就当是我们借的 以后有钱了 再还给他们 工作第一个月 我和鸡尘的工资 加在一起 刨除了各种开销后 剩余两千元 我看到的是 人生中 终于有了自己的积蓄 但鸡尘却悲观地 跟我算了一笔账 以我们这个攒钱的速度 不管是这辈子 还是下辈子 都买不起 属于自己的房子 她说道 与其把房租交给别人 为什么不让我爸妈帮我们买房 然后把房租给他们呢 我问她 说好的不肯老 那能不能当作自己身后空无一人 只靠自己呢 鸡尘看了我一眼 深吸一口气 没在吭声 第一次 我感觉彼此的三观相去甚远 在这之后 鸡尘每天都会抱怨工作的无趣 她看不上某某女同事的八卦 学不来某某同事的溜须拍马 受不了主任 和平茅台 也要跟我炫耀 我让她别把目光 放在这些无聊的事上 我向她列举我们单位的 那个文员出身的HR 她做行政史 送给领导签字的文件 总是按轻重缓急排序 每天会把行程做成表格 何时出发 时间精准到分 陪领导出差 口香糖 眼罩 紧诊 准备得妥妥的 我跟她讲 这就是职业精神 在什么岗位 就提供什么样的专业 最精细的服务 而职场不会辜负这样的努力 吉辰不以为然 说她一个小职员 做到最好 也就是办公室主任的位置 收入不高 操心不少 一眼望到尽头的一生 三个月后 吉辰懂了跳槽的念头 她投过很多简历 待遇环境 都不如现在的公司 于是她又想自己创业 我直言不讳地说 你现在需要的是摆正心态 否则做什么都是眼高手低 吉辰对此很不服气 他还不服气的 是我俩起点相同 可在工作上的差异 却慢慢拉远了 他总认为我比他幸运 却没有看到我比他努力 我的本职工作是广告文案 但是我也时常把自己的工作地点 放在新产品研发的实验室 一根就是几个月 我也愿意到车间 看那些食材 最终变成了休闲食品的全过程 我慢慢发现 工作几乎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不会辜负你的事情 我所有的创意 最终都来源于 这些彩字基层的细节 就连睡觉时 想到好的创意 也会赶紧打开手机 寄到变迁里 我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从公司的小文案 变成了广告部的副总监 工资翻了三倍 可基臣呢 却还是每天睁眼就想辞职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上班比上坟还要痛苦 工作不如意 生活上的捉襟见肘 也在透支他最初的雄心勃勃 有一次基臣的高中同学 带女朋友来杭州玩 他不但全程陪同 还花了不少钱 那天晚上 回到家的基臣很沮丧 他在卫生间 一边洗澡一边唱歌 结果被室友敲门警告 基臣问我 咱们这么要强 有什么意义 很可能努力一辈子 最后就是一个寒酸的笑话 他说 要不我们回江西吧 在父母公司 随便谋个职位 做未来的掌门人 呼风唤雨不好吗 他说 你要认清一个事实 杭州没有我们的未来 我拒绝了基臣的提议 他爸妈也是白手起架的 我们回去啃老 就是当一个摘桃子的人吗 可是人活一世 那种前人种树的骄傲 我也想尝一尝 基臣气愤地说 你要真是金子 去我爸妈公司 一样也能发光 转天 基臣直接买了两张 回江西的机票 他说 最近我们太辛苦了 需要休息放松一下 说是休息 其实他是想带我回家 见证他父母的实力 回到江西后 我参观了他爸妈的工厂 物流公司 以及办公大楼 晚上 他父母请了众多的亲戚 朋友 还具 说是庆祝我们的回归 基臣妈妈 甚至将我晚上穿什么衣服 戴什么首饰 都准备好了 而我呢 在晚宴上才知道 基臣爸妈 连他回来后的职位 房子 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至于我 众目睽睽之下 准婆婆慷慨承诺 小伟回来后 我们是舍不得他出来工作的 但如果他一定要上班 那公司所有的岗位 任他随便挑 无论如何 嫁到我们家 是绝对不会让他吃亏的 那天晚上 所有人都在奉承 基臣爸妈的开明 和我的好福气 好不容易挨到了晚宴 好不容易挨到了晚宴结束 基臣带我去他爸妈为我们准备的新房 他兴奋地向我介绍家里的脚脚落落 这些东西都是我妈选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妈选的 是不是挺高大上啊 所有的家电都是智能的 远程可控 保管你进到家里之前 冬暖夏凉 还有啊 儿童房准备了两间 爸妈说 咱们至少得生两个 如果生两个以上 就奖励更大的房子 也是那天晚上 基臣告诉我 他辞职了 是的 他不打算再回杭州了 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 他无比认怂地对我说 爸妈的江山 才是咱们的主场 在杭州 咱们努力一辈子 可能连房子都买不上 既然可以回家当龙 为什么要在杭州 当谁都可以碾压的虫呢 他说 每次那个更年期的女上司 眼皮不抬一下地 使唤她冲咖啡的时候 她都想把热咖啡 倒在她头上 为了你 我跟别人 共用了两年的卫生间 忍受了那个老女人 各种的神经质 现在就算为了我 咱们回归吧 好吗 说这些话时 基尘的语气很诚恳 甚至是哀求 我犹豫了 那晚 基尘在新房里 睡得无比香甜 可我呢 却辗转反侧 站在那个完全按照父母意愿装修的房子里 我找不到家的感觉 更找不到基尘所说的归属感 好在 同事发来了一份 第二天就要交给代理商的促销文案 让我审核 我加班到凌晨六点 才将最终的定稿 发进同事的邮箱 按下发送件的那一刻 我心里很清楚 我舍不得杭州的那份工作 那是我用996和全部心血换来的 它能证明我的价值 给我足够的成就感和快乐 我陪基尘在江西待了三天 然而仅仅是三天 我们就充分体会到 所谓豪门的强势 准公婆 适事要为我们安排 而我们除了接受 不能有任何的反对 因为他们安排的 就是最好的 在杭州 吃够苦头的基尘 很开心可以做 被要求安排的妈宝男 但我只觉得 这样的关系 真的比职场 更让人心累 我也更加深切地理解 小姑当年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何要送我那样的遗言呢 一个向往独立自由的人 是很难在别人的屋檐下存活的 三天后 当公司紧急让我回去时 我几乎不加思索地离开了 在机场 吉尘眼睛红红地问我 是不是你这一走 可能就不回来了 我心里很难过 但还是选择跟他实话实说了 吉尘 对你来说 这里是回家 但对我来说 去杭州 才是归宿 那一天 在离别的时候 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我们都很清楚 这很可能 是最后一次拥抱彼此了 回到杭州 我来不及难过 就忙于为公司扑火 这时候 公司从外面请来了带货主播 在来的路上 突发急性肠胃炎 但直播不能等啊 于是我被林薇受命 赶去公司直播间 好在我对公司所有的产品 二叔能详 更重要的是 很长一段时间 我也一直在关注直播这个领域 我不知道那一个小时 是怎么过来的 我只知道 那天直播的效果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而我呢 直到走出直播间 才开始瑟瑟发抖 尤其看同事 给我回放整个直播过程时 我激动的哭了 那是平时读过的书 从基层科研人员那里 学得的术语 从供应商那里获得的小知识 在紧要关头都在成就我 我把自己首次做直播的视频 发给了基辰 他回复我 我不会再去杭州了 但我会在江西等你一年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一年不过是分手的替代语 出身豪门的他 认命不是认灾 不过是选择了一条 理所应当的捷径 而我的骨子里 一直信守 宁要十分耕耘 一分收获 也不要不劳而获的 轴与拧 我可以和基辰谈一场 无问柴米油盐的恋爱 但是 我们无法走进一场 彼此志向南辕北辙的婚姻 此后一年的时间里 我升了职 加了心 公司给我在单位附近 租了一间公寓 一年半后 我收到了基辰的电子婚件 他要结婚了 新娘是他爸生意伙伴的千金 他们的婚礼定在普吉岛 我们好几个同学都会去参加 基辰零零碎碎的 跟我说着这些近况 我默默地听着 最后他说道 很伤感 眼前的生活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感觉这辈子最好的时光 就是大学的那四年 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他 只能祝福 他眷顾过去 那场恋爱是他这一生 唯一没有被安排 主动争取来的东西 而我呢 热爱当下 因为我越努力 世界就越是我想要的样子 这无关对错 只因人各有志 难以强求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 干得好 嫁得好 哪个更好呢 我依然选择前者 或者说 我认为干得好 是嫁得好的前提 你只有成为更好的自己 才能配得上 找得到 那个适合你的他 对此 我也特别欣赏 爸妈的态度 面对分治他来 关于我何时结婚的询问时 他们会特别淡定地回复人家 婚姻不是人生的标配 一个女孩独立 有思想 才能过好这一生 没什么比这句话 更能概括 我对自己人生的安排 我不知道 以后会遇到谁 但我知道 无论嫁与不嫁 或嫁给谁 都只因是幸福 如今的我 每天工作很快乐 也很辛苦 最苦最累的时候 朋友说 你图什么呀 当初要是嫁给鸡臣 现在还用这么拼吗 真是有福不会想啊 可是 人的性格及命运 我不想与自己为敌 不想在最该奋斗的年纪里 过早地向生活缴械投降 我想看到自己真正的实力与耐力 就算有一天 我努力了一大圈 还是过着平凡而苦逼的日子 但至少我努力过 我选我认我无悔的人生 才能走的踏实 稳健